Hello,大家好,我是轮子教练 今天我们要讲一下Bitsby这台车 那在我手上这台是Bitsby新出的糖果红 但是我们不是只有聊颜色而已 我们还会讲一下这台车的缺点、优点 以及它适合什么样的人 那我们一起看下去 那它的设计师是由加拿大一个工程师所设计 那它的设计理念 就是想要把滑步车设计成跟大人的脚踏车一样 而不想说因为是给小朋友的 所以就要把它的品质降低 那Bitsby是在台湾制造 那大家也知道台湾是一个脚踏车大国 那相对来说信任度也是比较好一点点 如果你喜欢这系列的影片 记得帮我按赞、追踪以及开启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我们的影片哦 好,那我们等一下就从优点开始介绍 整台Bitsby都是由6061屡制的 包括它的把手、车架以及座管 所以它的刚性非常的足够 好,我们第二个优点就是我们整台Bitsby做工都非常的精细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烤漆非常的好 如果这个烤漆放在我的车上 我也会觉得非常的好看 还有就是我们的椅子 就是要压花的花纹 而不是单调的一个颜色 好,还有就是我们的焊接处 是用榆林焊接 那这个焊接你可以看不出来到底有什么好 但是如果你有对比过 你就知道这个焊接工法非常棒 整台Bitsby都是以大人的脚踏车 等比例缩小的登山车 所以它的车架是零行的车架 那结构上可以非常的安心 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台车不是为了给小朋友玩玩具而设计出来的 而是真的可以运动用的滑步车 还有我们的Bitsby它的把手是用滚珠式的头腕 所以说它转动的时候不会很不顺卡卡的 然后也不会说会抖这样子 整台车不管你看到的任何部分基本上都可以改装 那如果你说又是比较大的 就是它的轮子 它现在是12寸 但是它可以改成14寸的 甚至大人骑的滑步车也可以用Bitsby来改 好还有一个优点就是Bitsby非常的保值 它有两个价位就是7800跟8800 就是一般色跟特殊色 然后它的特殊色基本上每过一个期间它就会换色 所以如果你的这个颜色它过了以后它可能就不见了 所以如果有人喜欢这个颜色它可能就会用很多的钱去跟你买 所以它非常的保值 大概价位就是落袋4-5000 就不用怕小朋友大了以后不想骑就放在家里这样子 接下来就是我们Bitsby的缺点 Bitsby的缺点就是说它的身高非常高 基本上要小朋友90公分以上才可以骑 那基本上其他的车就是82就可以骑了 你还要额外去买一个降低器 然后你的小朋友还在80几的时候就可以骑了 下一个缺点就是Bitsby的价格相对来说其实是比较高一点的 如果你的预算其实比较低一点点 那这台车可能就会比较吃紧 好刚才的优缺点已经讲完了 那如果你还是犹豫不决的话 我们这边有一些卖车的经验可以跟你说说看 好第一就是你是比赛取向的家长的话 那这台车就很好 因为它之后的改装零件非常的齐全 那你以后比赛又会比较够用 好如果你是外贸协会的话 这台车也是非常的适合你 毕竟它出了这么多的特殊色 总有一台会适合你 如果你只是想要休闲玩 让小朋友运动运动一下 或是你的预算也有限的话 我们之后会介绍别台车 平价款但是CP值又很高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以上就是我们对Bitsby的介绍 但是市面上的车子这么多呢 如果你不知道你的车子适不适合 合不合规格的话 欢迎底下留言我们帮你解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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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